欢迎回来继续Focus 中国的发展 也许很多人都关注 中国自己举行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主要的是外宣 经济回升 积极地向外思招手 而官媒呢 把参与论坛的 美国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 当作样板 在上星期四开幕的 苹果上海旗舰店 作为成功招商引资的一个代表 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总裁的看法是 中国其实处在一个 关键岔路口 必须加强市场改革 才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 从去年第三季 中国大陆外商直接投资 出现25年来首肩的负值 也就是外资净流出现象 显示外商撤资或缩减业务 已经超越了新增的投资 到今年一至二月 中国实际使用外资 仍然跌跌不休 不但跌幅扩道到19.9% 更连续第八个月下跌 为了挽回颓势 北京当局周日起 一连两天举办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积极表现中国经济回升 并且向外资招手的姿态 本届论坛的主题为 持续发展的中国 来自主要的国际组织 世界500强企业的负责人 以及多位国际著名学者 将围绕中国持续发展 等多个议题 进行讨论交流 二十多年来 包括周荣基 温家宝与李克强等大陆总理 都会借着这个场子 接见与会的国际组织代表 与跨国企业高层 彰显由总领 以领中国经济方向的 高层政治分工 大陆现任总理李强 去年刚上台时 也曾接见各方代表 今年却退居二线 所有重要的会见活动 都集中在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一个人身上 李强本人 与其他国务院下下官员一样 只发表演说 重申中国经济回升 未来将继续为世界 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 我们将在七个领域 这个推动设备更新 可以有望形成规模 在五万亿以上的巨大的市场 中外企业都可以 从中分享这个红利 致辞的中方官员 纷纷鼓吹习近平所提出的 新值生产力与汽车 家电就换新等政策 强调将在工业 农业 教育 交通 建筑 文旅 医疗等七个领域 推行就换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则坦言 中国当前正处在 走向过去计划经济型经济 或是全面进入轻市场改革的 关键岔路口 如果选择进一步市场化改革 渴望让中国在未来十五年 实体经济成长百分之二十 也就是增加三点五兆美元 约一百一十一兆元台币的经济总量 因此呼吁北京当局 加强轻市场化改革 以便促进经济发展 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中方官员虽然表示将加快推出外商投资 转入负面清单 并将全面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 让更多外资企业有信心 而且放心在中国投资 却没有给出任何具体内容 而大陆商务部长文文涛 更是连日来与 包括苹果执行长库克 美国AMD半导体董事会主席苏兹锋 以及埃克森美孚石油董事长武兹 甚至是南韩晶片商SK海利市的执行长郭鲁震等 重量级跨国企业高层展开双边会谈 试图加强合作 却都没有传出任何具体成果 尤其北京当局已经从去年底发出官方指引 要限制政府电脑使用美方的晶片与伺服器 这恐将变相让美国英特尔与AMD 在中国的发展受限 中国官媒则借着苹果公司上海旗舰店 同时也是亚洲规模最大的零售店 上周四揭幕的机会 把整场活动当作外资加码投资中国的样板 官媒记者多次询问苹果执行长库克 对于投资中国的态度 官方更积极宣传库克在研讨会 以及与官员会谈中 对中国供应链所表达的支持态度 借以作为外资企业拒绝与中国脱钩锻炼的最强代表 为了避免半导体产业脱钩锻炼问题继续扩大 习近平将在周二周三接待到访的荷兰首相吕特 届时将就荷兰半导体设备商艾斯莫尔产品 出口到中国的问题展开讨论 美国财长叶伦也传出计划下个月再访中国 对大部分的投资者而言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不论外资与国际社会对北京的态度是拥抱或者戒备 在官方喉舌央视的12分钟专题报导里 看好中国经济就是唯一方向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我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 我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